很重要 我们出学经教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就告诉过 我跟同学们报告过 我亲戚李老师 他献我三个条件 要我遵守的 第一个就是 就是念佛经 没有经过他同意的 不可以看 你看连佛经都不能看 佛经里面的事情也一大堆 你说只学一个科目 这个科目以外的 与你不相干 你不要去看 保护你的清净心 精干精神说的很好 信心清净 自身是这样 你的信心不清净 智慧 不能够发生 所以 我们报纸也不看了 电视中统统都断绝了 老师教我们看的 我们就看 老师教我们听的 我们就听 这一种教学的方法 在现在 找不到学生了 没有一个学生肯跟你说了 不过老师选学生 到最后 我们自己也发现 他那时候召集 二十多个学生 开一个经学班 让大家来学奖金 他对我这个方法 好像都没有用在别的同学上 别的同学 他们有这个限制 他对我限制这么严 以后才想的 我们肯听话 他就限制你 那不听话呢 他随你去了 现在这个世界 世界 民主 自由 开放 谁都没有权利干涉谁 你爱怎样就怎样 所以老师也开放 他也不自找麻烦 可是对于学生呢 真正听话的 真正肯学的 他限制你 那我们接受的这个限制 最初啊 心里也感觉到 这个老师太跋扈了 太专制了 好像目中无人一样 太自大了 可是我们还是愿意跟他学 学到三个月之后 有一点小苦 六个月之后 不怀疑了 这方法好 为什么呢 心情近